原来就在刚刚 招人再次出卖自己的母后 以至于田妃决定报复周后 向崇祯要周后去她宫里伺候 没想到崇祯也不阻拦 就这样周后被田妃带走 自然少不了一阵虐待 我要你好好的记住这一战 昔日的皇后受此屈辱 还要干最苦最累的活 长平见母后如此般的被虐待 心痛不已 你看看你的腿 你的腿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而玉贤很快要与世贤大婚 决定向老爹要当年太医的书信 给长平为妻母翻案 可老爹关场打滚这么久 不想引火烧身 只想看到女儿顺利出嫁 断然决绝 没想到被田妃的探子小翠听到 把玉贤要为周后翻案的事告诉了田妃 田妃胖玉翠密切监视 起料就在大婚前两天 玉贤敢机长平成全了她和世贤 还是决定偷偷取太医密函给长平 希望可以帮长平的母后翻开案 没想到又被小翠发现 正当玉贤准备去找长平之时 被田妃派来的人带走 田妃威逼利又让玉贤交出密函 可玉贤不从 双方拉着纠缠之下 玉贤不幸摔倒 当场毕命 田妃兴奋地拿到密函 看到玉贤已经死了 还是有点慌张 就在这时 招人刚好来找田妃帮她给汤宝伦送信 随即田妃就要招人帮她把玉贤的尸体处理了 招人为了巴结田妃 好嫁给汤宝伦 帮田妃处理了玉贤的尸体 抛尸湖中 其料不慎把自己的玉贤掉在了玉贤身上 招人不知所措 找田妃帮忙 万一被人发现玉贤就完了 那块玉贤是我回宫的时候 父皇赏赐给我的 只有困宁宫的人才有啊 没想到田妃摆明了 是要招人背这个黑锅 起回出手帮忙 让招人自己想办法解决 没想到招人为了自保 第一时间想到了妹妹长平 知道长平有快一模一样的玉贤 谎称杂伤田妃的比拟 丢了玉贤 怕被追究 让长平把玉贤给她帮她认罪 长平本来是不答应的 可看到内务府的人来是汹汹的来问玉贤的情况 长平不想招人出事 主动认罪 表示人是自己伤的 看着长平被抓走 招人这才舒了一口气 可长平怎么也想不到内务府的人找到的是玉贤尸体 可世贤等人怎么也不相信 跟玉贤情如姐妹的长平会做出这样的事 随即找长平问问明白 没想到到了这个时候 长平还是要替招人隐瞒 只是嚷嚷着要见招人一面 可招人怎么会去见长平 长平的死活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反而开心地打扮着准备见自己的梦中情人汤宝 参见汤将近